各位還喜歡這個影片嗎 這是我個人每次講座 無論放幾百遍看幾百遍 我都自己會微笑的影片 但它真的非常可愛 大家也可以從這個影片裡面 可以感受到我剛剛說的 為什麼它很強調 超偶實必須要存在 必須要被看到 因為其實看戲有一個很大的驚奇感是 我們知道那個東西它本來不會動的 可是它卻透過人的雙手 好像變魔術一樣 讓它有它自己的神秘 那剛剛有一個 我有注意到各位對一個表演很有反應 那那其實也是所謂的人偶銅牌的一個關鍵的表演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小丑他自己坐得很遠 然後要彈琴的時候 啊!鋼琴不見了 他趕快敲敲那個雅伯頓先生的褲管 或者是他要準備彈鋼琴的時候 發現啊!那個琴蓋還沒打開 他又很無耐地看著他一眼 那以前其實在戲有的表演裡面 是不可能出現這樣子的情節 因為我們就是剛剛說過嘛 我們要把曹老師藏在督幕後面 或是用黑鯊隱身起來 可是在這邊很奇妙的是 小丑古斯塔夫他其實時時時刻刻一直意識到 他就是一隻藕 他不是一個人 因為他知道他的手跟腳全部都有絲線綁住 所以他其實沒有能力把這個琴蓋翻起來 或者是把鋼琴拉過來 所以他必須告訴曹老師說 欸!我就是想彈鋼琴拜託你幫我們嗎? 那這個時候會變得很有趣 因為以前我們都會覺得說 戲偶他的存在就是操偶師要去操控他 所以戲偶好像沒有他自己的個人意志 那就是操偶師叫他往東的話就得往東 叫他往西就得往西 可是剛剛亞伯特先生就是運用這些小細節的東西 讓你感受到這個戲偶他為什麼這麼栩栩無聲 甚至有他自己的個人意志在裡面 就是他很堅持我一定要彈到鋼琴 就算我沒有碰到鋼琴我碰到一朵花 我都會繼續彈 所以曹老師只好無奈 曹老師幫你我讓你可以真的彈到鋼琴 所以這就是人我同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或者是我們怎麼去看待曹老師跟那個戲偶 兩者之間在舞台上互相互動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他其實也很有趣 因為相對的他可以去辯證一些 我們關於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去辯證我們跟我們自己心中的慾望 或甚至是我們面對生命的時候 我們選擇的一些態度跟關係 那講到面對生命的一些態度 接下來要給亞伯特 要給各位看的是亞伯特先生的另外一個作品 叫做小丑與花